要说谁在韩国能拥有无上的权利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韩国的总统 或者是控制了韩国经济命脉的财阀 但其实在韩国还隐藏一股不为人知的势力 他们尚可以指使议员 下可以潜规则任何女明星 甚至还能左右总统选举的结果 他们就是全力掏天的检察官 而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一部2017年上映的 韩国犯罪电影《王者》 阿彪是个正上不入流的小混混 平时的兴趣就是偷些职钱的电器 然后拿到二手市场倒卖 吵架斗殴偷窃抢骗就是他每天的日常 有这样的父亲 当然他的儿子小帅自然也是遗传到父亲优良的血统 不是在学校挑逝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凭借自己长久以来不败的记录 相信不出意外的话 小帅很快就能成为学校名正义方的扛把子 然而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后 看到了自己桀骜不驯的父亲 竟然被一个鲁秀未干的年轻检察官狂散而光 父亲甚至只能跪在地上疯狂的囚牢 这一幕让他彻底的顿悟了 学生时期最会打架的人就是老大 而一旦出了社会 那些班上的书呆子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 因此他立士一定要做一名检察官 成为人上人 然而对于他这个上课永远在建州公的人 怎么可能说逆袭就逆袭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意外发现自己夜市在吵杂的环境读书 自己反而夜市能集中注意力 凭借着开挂班的能力 让他在短时间内 成绩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最后更是成功战胜了班上的义修学霸 以全班第一的好成绩 被首尔首屈一指的学校录取 小帅当然没有犹豫地选择就读法律系 为了通过司法的考试 他每天都窝在蚂蚁窝一样的地方 没日没夜地啃书 终于在两年后 顺利地通过了司法的考试 父亲更是叫上了整村人来为他祝贺 成为检察官的他 已经成为镇里的骄傲 接下来只需要到司法研修院完成实习 就能正式开始自己检察官的生涯了 不过在这期间他已经成为媒婆 达成KPI热门的目标 毕竟检察官这个行业 在韩国相亲市场可是很抢手的 不过一般的女人 小帅还真都看不上 直到在这天相亲的宴会上 他遇到了某财发的千金 人长得漂亮还是新闻电视台的主播 由于他的父亲之前因为贪慕被判缓刑 当时被检察官狠狠地宰了一到七十亿的罚金后 就律师一定要找个检察官当女婿 不过他的女儿属于有点难搞定的类型 是个性格高冷泼辣的女人 已经不少斯文败类的检察官都被他淘汰掉了 而小帅这种有点痞子坏坏的性格 恰好倒是很对他的胃口 于是两人在喝了七瓶烧酒后 小帅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将他俘获 就这样过了六个月后 两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 娶了一个最正的牛还有一个土豪的岳父 干着韩国最牛逼的职业 上班的第一天更是开着豪华捷报的轿车 简直妥妥的就是人生胜利组的写照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检察官也是有分等级的 几乎99%的检察官都是和他一样 只能每天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一天到晚都需要看这些小喀拉米的案件 薪水少得可怜不说 而且每天还要加班 甚至连周末都是无休的 简直比普通的白领还惨 然而想成为金字塔顶端那一%的检察官 自己这种普通人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直到某一天 他接手一起体育老师性侵学生的案件 根据他收集的证据 按常理来说这起案件少说肯定要在监狱吃个10年的咖喱饭 不过对方的父亲是位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 因此这起案件仅仅只是以赔偿500万草草达成和解 不过当小帅见到对方这种态度嚣张丝毫不慌的鸟样 这让正义感爆棚的小帅暴怒 表示自己绝对要起诉他将人扣押了起来 可就在开庭的前一天 身为前辈的韩东泽却突然找到了小帅 将他带到了检察署战略部的机密档案室 告诉他这里密密麻麻的资料都是高官才罚明星的黑料 随便爆出一个都会让韩国为之震动 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将其抛出 就能改写他们的命运 当然这也可以改写你的命运 升职加薪获得权利根本不在话下 这时老韩话风一转 想不想加入咱们检察官战略署这边 想的话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放弃对性侵案子的起诉 毕竟部门的检察长和他的国会父亲关系非浅 眼见小帅有点动摇并没有直接拒绝 赶紧一跪加大火力 你现在的自尊心和正义感只是暂时的 只要你加入这个阵营 这里所有的黑料少说能让你少奋斗20年 所以不是一路辛苦努力通过司法的考试 成为一名检察官的 难道你只想一辈子做个底层的检察官吗 看着老韩那一脸像是已经知道答案的微笑 小帅也明白 这是自己成为权力核心那一巴仙检察官仅有的机会 曾经是过来人的老韩 也明白夜市想往上爬的人 夜市会在现实的面前低头 最终小帅选择放弃起诉体育老师 但为受害者家庭争取到了5000万韩元的赔偿金 不过持着受害者家属感谢的便当 他的良心在此时却隐隐感觉作痛 晚上老刘就带着小帅来到了一个私密的顶级会所 这里汇集了众多的政商财阀 而娱乐圈那些顶流的女明星 在这里也只能沦为他们的玩物 但最重要的是 小帅在这里见到了站在检察官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韩强子 不过让那没想到的是那名体育老师也出现在了这里 看着对方又是一脸态度嚣张的鸟样 这让违背良心放走他的小帅很是恶心 转身就想走人 可这一幕却让检察长韩强子给看到了 一个酒杯砸了过来 上前刷的就是一巴掌 当这众人的面狠狠给小帅上了人生现实的一刻 你所谓的自尊心 正义 道德 怜悯 信念 这些东西在现实面前根本毫无价值 那些能成为人上人的人 早就已经抛弃掉这些天真的想法 看看那些还抓紧自尊心良知的人 他们最后又获得了什么下场 人也是想往上爬 需要抛弃的东西就越多 而你违背信念才换来走到这里的机会 难道要在这里选择回去吗 检察长韩强子的一番话 彻底的把原本还带着信念的小帅打醒 他决定舍弃自己的自尊和正义 与禽兽不如的体育老师喝酒杯酒不计前仙 没错 这就是他想要的世界 这里就是权力的中心 他加入了检察长韩强子的团队 意味着他也正式成为那一巴仙有权有势的检察官 宴会结束后 体育老师叫住了男主 极度无耻的表示 明天又能到学校找女同学玩锁了 小帅听完后 彻底的暴怒 向前想给这个人扎一拳 但与此同时 一个人影抢先一步将他打翻在地 对着他的裆部狠狠的来了几下 而此人也正是小帅儿师自有吹斗日 目前已经是黑帮最大势力野狗帮的得力二把手 而野狗帮也正是暗中扶持韩强子的地下势力 是专门帮他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多年不见 两人的友情依旧的好 但斗日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相信小帅在韩强子的队伍一定能出人头地 斗日扬言从今往后 我们兄弟联手黑白通吃 就像自己的老大和韩强子一样 有了斗日在暗中的帮助 再加上自己加入了韩强子的队伍 小帅可说是一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在这里调查的对象都是些大人物 一旦被起诉的案件 那必定都是上头条 不管是政界的高官 还是建商的老板 又或者是财阀的董事长 面对他们也只能摇尾起连 韩国媒体和舆论都被他们牢牢地掌控 他们的权力大到能让警察为他们开路 老婆因为一句话不小心得罪了前辈 就被调到了早晨无人观看的六点新闻 只需一个电话打过去 立马换取了晚上六点档的黄金时段 感觉无聊没事 甚至能到韩国的军事领地的海滩上晒晒太阳 不过有着如此权力的他们 也有害怕紧张的时候 那就是韩国的总统大选 总统选举的前后 正是检察官韩强子等人 真正内部权力动荡的时期 虽然这并不会影响检察官的工作 但却对检察官内部的势力有所影响 所以选对候选人站对边就尤为重要 但他们也有提高自己胜率的手段 这是挑选支持候选人的第一步 然后把竞争对手的黑料给爆出 当然有些候选人也是很有实力的 对方也会试图反击成亲 不过遇到这种状况 韩强子早已习以为常 只要爆出更大的事件 类似某某大明星的丑闻 又或是某某男大明星喜欢玩肥皂的影片 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轻易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谁输谁赢全都要看神棍 呃不对是看韩强子的脸色 竞选的结果当然是按照韩强子的剧本大获全胜 不过在政权交替的期间 本就有雄心壮志的斗志 早已暗中不断在江南扩张自己的势力 甚至还撕吞了野狗帮的钱 当然他的举动早已引起了自己的老大和韩强子的关注 动了野狗帮的钱等于侵犯了韩强子的利益 为此韩强子还特意警告男主玩好自己的狗 不过看似风平浪静的小帅 已经被一名很绝色的女检察官给盯上了 为了扳倒韩强子这棵参天大树 搞垮小帅就是他的第一步 然后再通过小帅顺藤摸瓜抓到他的黑料 不过小帅这边偷吃不紧 被狗仔拍到了他出轨某知名女明星 老婆大人直接杀到他的单位 毫不犹豫的直接让小帅体验什么叫近身出户 而这边的斗志已经发了风的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 决心要摆脱姚伟先妹的命运 甚至组建了阿狗帮 等待时机成熟改朝换代 野狗帮的老大和韩强子虽然知晓斗日的举动 但人就没有对斗志采取任何行动 那是因为新的总统大选又要开始了 韩强子根本没这功夫搭理斗日这种小角色 而这次的选举 韩强子根本没办法选择候选人 因为候选人之一的卢武炫是律师出身 主打的就是要整顿腐败的司法体系 而像韩强子这种独流中的独流 定是他当选第一个开刀的目标 没办法 韩强子只能直接把对方的黑料交给了另一位候选人 不过这次的民众对于反腐的声势浩大 纷纷把票偷给了老刘 偏偏在这关头上 斗日还借势补了一刀 爆出了韩部长和黑道勾结的黑料 这直接导致韩强子在连任总检察长的人选上直接落败 怒火中烧的他将小帅暴打了一顿 把他调配到了偏僻的事务所战壁风头 这样既可以避免被麻烦的女检察官从小帅的身上找到突破狗 又可以把已经毫无用处的小帅赶走 而小帅为了防止韩强子和野狗帮对斗日的报复 只能爆出斗日的位置 让警方的人马先抓住斗日将他关了起来 而已经群龙无首的阿狗帮自然也不停的遭到野狗帮的吞噬 斗日不忍自己的兄弟日后被野狗帮赶尽杀绝 让小帅将自己私寸的钱交给自己的兄弟 不过为了保住自己好兄弟斗日的性命 小帅将钱还给了野狗帮的老大 换取了对方停止对斗日进一步的追杀 几个月后女检察官找到了小帅 企图说服他联合自己共同扳倒韩强子 但却被小帅给拒绝了 不过等了数月的小帅依然没有收到韩强子的心调令 开始怀疑自己已经被当成棋子给抛弃了 不过这晚韩强子就突然来造访 声称要带他回到首尔好好喝一杯 三人在车里大摊了以前的光辉世纪 可就在这时在前往的路上突然被两车给撞倒了 三人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好在所有人并没有生命危险 但这突如其来的聚会也不了了之 画面一转 六个月过后小帅在地下赌场抓获了斗日的手下 对方稀释底底的怒怼小帅 那晚要不是斗日 小帅早已命上皇权 原来那晚韩强子找到自己 只是为了把他交给野狗帮以除后患 要不是斗日拼死相救 那时的他已经成为了野狗帮的狗粮 而斗日辞举正好成了韩强子的目标 躲避了数个月的追杀后 他将所剩的钱买了一件高级西装 独自一个人来到野狗帮的老巢 亲自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了断 直到曾相后的小帅悲痛不已 而韩强子也没有放过他 抓走他的父亲 以此威胁他主动辞去检察官 这下失去一切的小帅 最后因酗酒导致自己酒精中毒入院 在医院时 他恍惚之间还看到了卢总统自杀的消息 已经完了 再也没有人能阻止韩强子了 回想自己曾经那辉煌神仙般的日子 现在别提有多惨就多惨 然而这边的韩强子却在新总统上任后 顺利的拿回自己总检察长的位置 甚至赶紧杀绝的申请了扣押了小帅大部分的财产 被逼到冲突末路的小帅 决定跟韩强子输死一搏 用身上仅有一点存款 做了一套跟斗日一样的西装 是要赌上自己所有的一切 向韩强子报复 斗仙他找到了女检察官 要联合对方一起绊倒韩强子 然后再用这渣男的套路 以退为进的潇洒将签好名的离婚协议递给了妻子 本就单纯的妻子果然中计 一顿麦当劳的套餐 外加一点甜言蜜语 就轻松将他搞定 接下来就是靠岳父的人脉关系 认识在野党的核心人物 他选择以从政的方式与韩强子对抗 最后通过专业的公关 重新打造自己的形象 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出身贫寒 凭借积极努力最后当上检察官的形象 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誓言里 后来因一时侮辱歧途 加入了韩强子的队伍当中 他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感到深深的自责 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揭发检察长 韩强子的腐败黑料 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和还民众一个真相 事情一下闹得沸沸扬扬 舆论更是铺天盖地的袭来 一项预示稳定的韩强子 竟然有点坐不住了 主动找到了小帅 拿出了岳父城行贿的黑料加以要挟 不过小帅早有准备 以韩强子每月巨额汇款到国外的黑料 与之抗衡 这下双方暂时打成平手 不过彻翼的战场却出现了微妙的战况 凭借抖制西日兄弟不惜坐牢的爆料 女检察官成功抓获了野狗帮的诸多骨干 韩强子眼见形势不妙 紧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企图转移公众的交点视线 结果小帅直接在记者会上抛下了震撼弹 原地宣布要参加总统竞选 利用更大的舆论话题 硬是把风向拉回了自己身上 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 韩强子这下算是彻底的没招了 最终只能被司法机关逮捕 至于小帅到底最后有没有当选 这也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谁是这个世界的王者 应该由你们来决定